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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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现代美学感的调性 呈现中华儿女的爱国与骄傲 《眼球》中央电视台双十国庆晚会将在9月29日进行录制 10月10日晚间全球同步首播 门票预计将在9月12日中秋节前一天中午正式开卖 别说我没有提早讲 现在就给我记下来 这也带您关心中华民国香港特别沦陷区 自从6月中反通匪示威运动发生以来 除了派黑警上街施报以外 完全失能的傀儡政府 终于在4号傍晚召开记者会 做出稍微像样的回应 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条例草案 完全拭除市民的疑虑 保安局局长会在立法会复会后 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 然而傀儡特首林郑月娥说 将在立法会复会之后 正式撤回通匪条例的这个承诺 不过是五大诉求的其中之一 其他四个诉求 傀儡背后的黑手全部让步 如果我有个选择 第一个是退休 秋天都到了 五大诉求的进度只处理到20% 而且还要等到傀儡立法会动作才能撤回 港府的效率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而拖了三个月才宣布撤回的差别 这代价可是三个眼睛 两次地铁恐怖袭击 九个人离开人士 以及超过一千人遭到逮捕 这都是无法挽回的代价 也难怪一度被捕的香港 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无法接受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所以为了去要求警方 警方停止暴力 还有争取香港的民主选举的自由 所以我们的抗议活动 我们的示威还会时速下去 没错 用一些银头小利就想要香港人买单 难道赤匪可以接受匪五星旗上的五颗星星 缺少一颗吗 不过不论赤匪的星星有几颗 香港的中学生已经无法容忍赤匪 为非作歹 进行连串的不合作运动 其中香港和印堂中学的学生 就在开学典礼中乱唱赤匪主打歌 中文字幕志愿 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愤怒 香港圣保罗书院学生也齐聚球场 大声喊出声援抗争的口号 由此可见 教育乃是百年大忌 培育反抗赤匪的优秀青年 就要从小做起 而我国教育部也为了要将大学生培养成 注重交通安全的人才 提出新创意 在今年的交通安全教育种子师资培训上 为了避免大学生发生交通事故 教育部就提出了几个预防措施 像是限制一年级新生骑机车进入校区 或者是寄发新生入学通知书时 明确要求家长不要为子女购买机车 不料如此有智慧的建议 却遭到韩黑大学教授叶炳成大肆批评 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保护安全是学生自己的责任 这种做法就像在照顾婴儿一样 只会让学生们长不大 你懂什么 难怪叫做叶炳成不叫叶甲成 思想秉等 教育部只不过是在帮忙韩总基 提前实现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的前半段 可说是用心良苦 而教育部随后也在脸书发文澄清 并没有真的限制大学生骑乘机车 只是呼吁各大专院校 可以参考自己所提出的建议 的确没有脑就不会有脑残的问题 没有人骑机车 也当然就不会有机车事故的发生 教育部只是在鼓励大学生 多多开车上课而已 相当励志 另一方面 青年勇闯南洋创业的励志故事 也在高铁上演 3号中午 高铁寻获了一只行李箱 里头装有300万现金 经过查证之后发现 施主是民进党的立委陈明文 同党同志郑宝卿 对此是一笑置之 陈明文丢了300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有一名爱吃香菜的人 却笑不出来 需要向姑婆勇寻求协助 陈明文在高铁上掉了300万 他说要带到克林医去 他不晓得说 怎么设计 设计在如果带上飞机后 怎么设计清钱的问题 这个我想就 因为它并没有发生嘛 还没有带出去嘛 带出去当然要申报 申报没有什么洗钱的问题 香菜不能吃 姑婆勇也不能吃 一定要记得 在造成党内同志接连立患失与证之后 陈明文委员终于协同律师对外说明 这个小朋友要创业 有一些想法还没有很充足的情况之下 那委员他这个爱子心切 所以就急着要把这个钱 交付给他的儿子 原来是一个模范父亲 在儿子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就大方资助300万现金 支持前往菲律宾创业 至于为何会忘记 装有300万现金的行李箱 他也有话要说 没错 身为见过大场面的政治人物 300万的行李箱放在行李箱区 自己轻松入睡 也只不过是基本功而已 政治人物的通勤 就是这么扑式无华且枯燥 也在返乡通勤路上的还有韩总基 本月8号 韩总基将于故乡新北市 举办正式提名之后的 第一场竞选造势活动 不过前后任的新北市长 却双双缺席 朱立伦当天要远走日本 侯友宜也巧妙回避 周日的活动主要是因为你一直以市政很忙 没有说不去 所以大家都会对你有期待 那因为有期待状况下 所以大家都会每天来做 所以您到底是会去还是不会去 谢谢大家都很关心我去不去 我一定会去市政行程 这一点我给你保证 好不掉市政行程 那我的市政行程一定优先嘛 如果考到市政行程 排泄市政行程一定优先 本来不来就 不来就不来 不要一直提市政 接下来来看国政 韩总基上月底对岛内劳动市场提出了 奉走积来的说法 却一直被大众扭曲 所以他决定继自己也属机之后 给出另一种解释 尤其是一大堆 我们最近抓到很多来台湾卖银的 还有非法打工 毕竟非法打工和蔓延工作者 本来就是没有人权 所以韩总基用贬低的言语形容他们 也是刚好而已 绝对不是歧视 韩黑抓着韩市长的空气辫子不放 实在是很幼稚 黑到连韩总基的爱权都黑掉了 好现我们擅长洗白 你看柴犬又变回来了 是不是呢 来毕竹跟大家打招呼 好的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Facebook 其Twitter还有神兽有子的IG账号 本台的官方IG账号追踪人数已经破万 你跟上了吗 另外欢迎您加入YouTube会员 继续壮大官媒 下方的订阅钮全部都给我按下去 否则我们就会推出韩总1比1等身暴整 毕竟没有人不会不期待 我们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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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